接下来如果说邱国定百分百走定了 那谁来接新国防 新任的国防部长 在传出一些人选 之前我们就讨论过 像是顾力熊护身很高 那么今天还多出了一个李仲威 好那在今天中国时报报导 就是说其实在明天 赖清德要到国防部听取机密简报 那谁跟他同行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军方消息来源透露 准总统赖清德和副总统萧美琴 4月2号到国防部听取机密简报 到时候会有国防部长邱国正率领 参谋总长梅家树等上将等重要将领进行简报 军方官员说赖清德当天会带什么人同行 很有可能就是接下来赖政府国安团队的核心成员 那也有这个军方官员透露说 其实这一次的人事改组气氛最为低调 研判前海委会主委李仲威 国安会秘书长顾力熊呼声颇高 国安会咨询委员黄淑光也有机会 那如果是文人部长人选很难预料 所以这个部分亮哥有什么内幕消息吗 国防部长谁来出任的可能性比较高 我觉得不可能要文人部长 不可能 不可能 不过理想国安会秘书长的级别是行政院长 这样等于是降级 国防部长因为涉及各别军种要有深入的了解 而且这个时候坦白说你也可以看到赖金德 呼应蔡英文的潜见国照 那他也呼应那个无人机加益那个基地 这个都是高度专业 涉及很多的那个各部会内部的一些运作 所以应该会找军人 找军人 那如果说潜见国之后 海军的军力的建构 还是被列为最优先 那所以还是偏海军 那布田传出来 黄曙光 李仲慧都是海军 对啊 所以方向是对的 那只是 那另外一个李喜明也是海军 对啊 所以基本上现在传出来的都是海军啊 因为如果是陆军难道你要打陈诚战吗 陈诚战那已经是最后的选择了 是万不得已 那最好是不要打嘛 所以目前要建构 那空军 美国要卖给我们重要的空军设备的几率越来越低了 所以我认为海军的几率最高 海军几率最高 那汉廷觉得呢 因为刚刚亮哥也说 他说文人部长几乎不太可能 那这个军方官员是说 如果赖清德决定有文人部长出任的话 当然首推顾立雄 从赖清德提名的国防部分区的立委来看 并非退降 也不是苏子宁的战略学者 而是沈柏阳 而且他排名在分区第二 他说沈柏阳和国军将领思维性格不大 沈柏阳获得赖清德推荐 是跌破各界眼镜 因此文人部长说不定也会冒出黑马 那如果是沈柏阳的话 我也觉得那也不要吓死人 那感觉起来是 什么意思呢 这个会出其不意吗 就是如果是沈柏阳之流的话 我的意思在这 我个人是很乐见 很乐见 什么顾立雄的沈柏阳当我们国防部长 王美花当我们的行政院院长 台湾就给这对金氏夫妻就搞垮了 好不好 就让台湾看看民进党可以荒谬到什么地步 顾立雄当国防部长 王美花去当行政院长 沈柏阳去当经济部长好了 乱搞嘛 这不可能啦 因为美国就不会同意 文人部长美国不会同意 因为接下来两岸关系很紧张 那当然即便想要和缓 可是在军事上面 美国还是有很多需要台湾来配合的 所以一定是要在军中有待过 有相当资历跟威望 至少你要懂得配合美方的人 那才能够来当到我们的国防部长 虽然讲得很可悲 但实际上就我们的国防部长 也不过就是在美国不反对的人选当中 挑一个赖清德觉得大概还可以用的 那其实像过去的几个国防部长 美国就觉得非常的不顺 像不论是冯士宽或者是邱国正 对美国来讲就很不顺 因为过去以来我们的 不论是陆军海军跟空军 都是属于自己既有的这种 捍卫以中华民国为视角跟立场的思维 在针对两岸的关系 是希望干嘛 是希望能够奸敌于境外 最后才到滩头 最后可是美军一来 马上要你放弃所谓的奸敌于境外 什么空啊海的通通都放弃 反正就在台湾搞毒雷 搞毒丸 搞这个城镇战 所以过去我们的军方 重要的将跟美方 尤其是像李启明这种 不对称作战的主张的 那是完全大相径庭 所以当然美方比较希望 是比较支持李启明的这一套 然后呢 这个对于赖清德来讲 像邱国正等等之类的 这些他当然也不会用 所以第一个 所谓的文人部长 不论是什么顾立雄 因为他降级已经是不可能了 没有这个必要 那第二呢 就是沈柏阳更加的不可能 这不可能应该不需要去讲 反正就更加不可能 这什么咖嘛 那再来呢 而且沈柏阳不久之前 应该也才严重的 得罪到了赖清德 因为在学伦的事件上 对吧 他跑出来帮陈明通 背书写序 但是赖清德当初上来的时候 最强调的就是学伦问题 所以沈柏阳呢 这个也是在扫赖清德的脸 沈柏阳根本在赖清德 我猜啦 心中大概已经黑掉了 那更不可能还有任何高僧的机会 那就更不用说这种事关重要的 国防部长的相关位置 刚刚讨论到说 那如果邱国正走定的话 那国防部长由谁来接 那目前传出的人选 包括顾立雄 包括了前海委会主委李仲威 呼声很高 好的 这个部分我也听听这个 雨萱怎么看 那么同时在今天 刚好这个王鸿威呢 爆料 他说 这个是传出用大陆原料 中国制飞弹的这个厂商 已经被停权解约了 怎么还继续包国防部的工程 王维硕 2022年中科院采购 飞弹制造原物料的时候 发现负责承揽外购的 丰一公司 采购了大陆制品 遭到中科院解约停权三年 但是 同一个地址的永贯公司 持续承揽国防部的案子 质疑所谓的停权 根本是玩假的 这个部分国防部认了 国防部呢 采购是主任赵亚平证实 确实有承揽这七个案子 已请中科院提供黑名单 未来会落实 当然很多人讲说 因为这个感觉 国防部也是一堆问题 破事也一堆 那是不是反正 这个部长邱国正 为人耿直 把它换掉之后呢 是不是还有机会 在这些有的没的东西 上下其手 宇轩 本来因为国防部长 他们本来就是有传统惯例 我们讲五官的话 你不是文官的话啦 就是入海空三军会叫轮啦 以前的惯例是这样子啦 但因为今年的状况比较特别嘛 因为第一个头一次12年执政嘛 再来就是说 新旧交接的时候 有点清皇不济嘛 因为包括赖清德 现在截至最大幕前的为止喔 就是说没有办法跟美国有一个直接畅通的管道 而且可以取得相对应的信任 来进行对话 甚至是被委以重任嘛 对 所以在这个过渡期当中 一直会有一个角色存在 你只要涉及到国防外交 蔡英文的影子会一直在 但这是很怪的一件事情 因为总统的职权 基本上就法定上来讲 最主要的就是国防外交 各位什么经济啊 内政啊 交通啊 那行政院长是 他可以任命行政院长没有错 但是总统最主要的职权在于国防外交 但今天我们的总统喔 520之后 包括你从惊吓事件的冲突 我最近有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新闻 说赖清德开始实习了 说包括有一些这种军事的场合啊 蔡英文开始会带着他跑了 现在都只剩一个多月 那未来蔡英文还要不要带着他跑 还是说跑一个月就好了 所以蔡英文角色还是一直会在嘛 那这件事情再来最可怕的就是你从先前包括惊吓冲突 管碧莹的反应 到国安局的反应 到邱国正的反应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显而易见的痕迹 台湾是配合着有剧本的在演出嘛 而这套剧本就是说美方所期盼的剧本嘛 那这套剧本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是不是好的 这个我们先姑且不论 但可以确定的就是在当中赖清德有没有角色 很薄弱啊 这完全没有看 各位好朋友观众朋友我问一下 赖清德对于惊吓的态度是什么 我们大概时间要推到很久很久以前 他只有讲法律原则 就是他讲法律事件 我在讲的是国安层级跟国家层级跟主权层级跟两岸层级 一个准总统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办法有态度 但我也不怪他 因为这件事情主导就是蔡英文 所以好我们这个前提确认之后 你这时候再去回看到国防部长 但坦白讲我觉得 如果让顾立雄这种文官接任 并不是一种好事 因为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尊重军方传统 而且文官接任这是一个大破大力的事情 就是说在赖清德上任的首任 他最重要的是什么 应该是维稳 那维稳来讲他又先前到现在为止 他唯一对国防讲出来的一个诉求跟政策是什么 我要打造七艘潜舰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我认为海军的几率还是极高 海军的几率还是比较高 但是在海军几率高的状况下 赖清德会不会是用黄曙光还是用李昕明 我觉得这最主要的关键是 看他到底当大人了没 当大人 就是你如果用黄曙光 那我们大家就知道好 那未来这两年可能蔡英文还是说了算 你还是让小英总统说了算嘛 那你没办法 那你就只能继续当实习生 那如果说你是自己有自己的突破性 用李昕明 因为这个东西跟外交部长跟驻美代表 跟国安高层 其实他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因为你国防部长 是不是得要直接接受 刚刚说我们一直在讲说 美国要同意美国要同意 但是他的层次跟他的位阶 基本上我觉得他只要做到一件事情 就不会被反对了 就愿意花钱买美国的军狗 你不要来党 你愿意花钱 你是个好的盘子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统议嘛 对不对我们今天 我们刚才点名到任何一个人 除了刚才讲的沈伯扬之外 都得配喜味啊 每个人的资历 跟他过去的经历 都挺好的啊 对不对 除了黄曙光跟郭喜之外啊 除了他们两个特殊性关系之外啊 对不对那我就讲了 所以这个潜艇跟状况下 我觉得他反而是考验赖清德一件事情 就是他在人事人名上也没有主导权 但是你刚才讲到这个 大陆制品的东西啊 其实他的问题跟潜艇一样 潜艇他变到一个困境 我没得选 没得选 就你今天潜艇 各位他是什么 他是卖家市场 就是说人家有给你货就不错了 你没有办法去跟他 做价格上的含扣 或者是说 你要跟他进行 所以我们自己才会看到马文君 那么多录音档 那录音档 他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么纠缠的问题 就是因为找不到人来弄嘛 但是你今天中科院的东西 包括我们先讲到飞弹的部分 他都有一些特殊性嘛 就是说比如说 第一个有国防射击国防机密 再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这些厂商是不是他有独断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我长期跟你合作 比如说像我们讲到的 你讲到汉祥就会想到某些军工品嘛 那汉祥他就是在某一方面独断嘛 就是说他下方的供应链 跟下方的供应链 基本上也是维持一样的概念 所以在这个前提跟状况之下 你说哎呀 为什么我们的国防部这样子啊 明明发现大陆自治平了 那到现在也没办法停 我认为主要理由是这样 因为如果我不跟你继续合作了 当然他可以要求说 你立刻产品帮我做退换嘛 但是你在第二时间点说 你马上要去置换 他有高度的困难性 那当然军工品本来就不能涉及到 任何跟对岸有关的 包括之前其实有一些什么天线啊 零零种种 这种案件太多了 你很难去防不慎防说 我今天绝对不要用到 中国制的东西 非常困难 因为有时候你们一不小心 莫名其妙这边东西 哪一个发动机 哪一个零组件 又混进来了 但是绝对会是个问题 这也凸显出一个困境 就是说 当台湾一直主张抗中宝台 包括手机 包括车子 包括有可能被渗透 很多的问题跟疑虑 现在美方也是前面要求说 除了手机跟电动车 也不能用到大陆林组件 对不对 但是我们台湾 连最基本的国防产业 这一块都很难有能量确保 除了跟美国买的武器之外 要自给自主 那我就问 最简单的一句话 那我们何来的抗中宝台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 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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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